這個是我們要跟的 現在要登陸的外山頂舟 外山頂舟日據時代的時候 在雲林縣這裡 這一塊 這塊 可是現在目前這一塊已經不見了 這一塊變成這裡 又細又長 全程海岸線19公里多 19公里的距離 16公里再加一縣 3公里還留在雲林縣 這個問題我就請教一下 那既然我們嘉義縣佔了16公里 雲林縣佔了3公里 請問外山頂舟日據主權是誰的 嘉義比較大的 還有一個答案嗎 答對了 你們答對了 嘉義錯 雲林縣的 有什麼啦 這麼大的有什麼時間分別人的 不知道喔 來 我告訴你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雲林縣的縣長呢 早期外山頂舟他曾經有2層樓高的沙舟的時候呢 曾經有駐輪 五鑽過人 有什麼鑽在那裡 台灣沒家嗎 沒有喔 是為了特害方便 比如說他那個退潮之後呢 他可以去抓螃蟹 或許呢 刮文革 產生的那個魚類的經濟效益很多 可是呢 特害人呢 不可能像大家說 8點上班 5點下班 那一定要怎樣 跟著潮汐在工作 有時候呢 我剛好作業完的時候呢 哇 啊 沒摸了啦 還要賺一隻群人 到台灣分道 想過不一樣 所以呢 他們就選擇在這邊喔 用那個竹子 搭起來了一個竹 一個樓 在這邊居住 有住十幾年的呢 所以呢 我們嘉義縣的 這個雲林縣的縣長 那兩個竹子跟一關的竹子 還有在手上喔 這樣喔 他的縣土可以延伸到外山土洲 結果喔 人家說的 先講先贏 先插主席先贏 是我們那竹子看手快 就插主席 要插主席 要插勒 我們那竹子 鴻鄉 鴻鄉 一百二十六個 這兩百塊 都有住職喔 住了十幾戶人家 那目前呢 那個時候呢 如果那個跌跡 你也要削歸 削歸 這個阿婆啊 當五戶油門回來 你覺得 送的夠嗎 有什麼送的夠 很紅的 很紅的 不懂 很紅的 那那個紅的 還不能騎車過 一直要坐這個鴻鄉過 所以呢 郵蔡先生 他如果有這個信件的時候呢 他一定給當地 出個小型的交罰 還可以鴻鄉 這樣自己帶過 這樣 這樣很辛苦 這個五戶有隔壁嗎 可是呢 現在沒有了 現在沒有了 為什麼呢 因為沙洲都沒有住人了 因為現在銀漢的那個生態 都有點改變了 古撈漁獲沒有了 可是呢 那個沙洲 越來越淺了 飄移了 本來二層頭高 現在慢慢的在湯平了 所以有些遇學者遇言 再過幾年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看到外山頂洲了 為什麼呢 因為這隻漲潮的時候呢 整個都會淹沒在海面上了 真的是很恐怖喔 那我們在看外面的海 那個海色的時候呢 要小心注意一下 或許有那個小魚會跳起來 好現在的季節齁 一塊頭 不小心 要小隻的齁 然後小隻也要跳來跳去 就是這樣齁 你看齁 漂亮 你看齁 你看齁